唱综合的 我之前特别特别喜欢他 我也很喜欢他 虽然恋情早就大白于天下了 不过像陈晓这种 当着观众直接表白的 也真是没谁了 那我觉得 两个人走到一起去 没有什么是说 哪一个点或者什么 我涂他什么 或者说我看上他什么 如果你把它分析得 那么详细的话 那我去做研究员好了 我去做分析师好了 我觉得感情不应该是 分析得那么 那么理性 那么理性 想知相恋不过一年的时间 纯晓就发动了 浪漫求婚攻势 难怪在旁人看来 不那么理性了 只不过遇到对的人 这感觉 就好像被雷劈到了一眼 在遇到他之前 有想结婚吗 我说实话 我没有 我始终都是拒绝长大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结婚 结婚 那好像是 另外一拨人干的事情 好像我不属于这拨人 再加上我从事的工作 我会更暗示自己 我不属于这拨人 你们爱结婚的结局吧 跟我没关系 我是这样一种想法 那遇到他的时候 你就想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本身陈晓就是一个很内敛 很害羞的人 我觉得他就能感觉到吧 他每次一聊到陈延熙的时候 就满眼 就是满眼满脸的幸福 我觉得很为他们祝福 连秦岚这样的围观群众 都感受到满满的甜蜜了 接下来的事 不用再说了 都是顺理成章了吧 已经求婚了 对吧 求婚求婚嘛 对啊 求婚又不是表白 就是如果求婚 不领证 就不叫求婚 求婚 我想求婚的下一个步骤 不就是领证吗 但是现在还在研究 到底应该怎么领证吗 是的 是的 他这手机比我们麻烦 好麻烦的手机 娱乐梦场